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是讲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第八章就不怎么讲了 因为第八章就考得比较少 所以我就几句话就完了 第六章第七章 现在好多同学 跟我反应看数理统计就讨厌 记不住东西多 其实数理统计呢比较简单 我想把哪些东西要背的 哪些要记得跟大家说一说 现在好多同学 看见数理统计就怕 其实数理统计将来用了很多 无论在这个学习上将来工资上 你都可能会有很多帮助 所以我觉得大家怕你不怕 这可能就将来就比较好了 不管数一数三 现在统计大概有一个大题 二十一分 二十一分 二十二分中间有一十一分是统计的 所以说统计的千万不要去放弃 对吧 那么其实统计就没多少东西 那么先我想讲第六章 第六章呢 这里面有一点说明一下 数学一跟数学三稍微有点差别 前面我们数学跟数三没有什么差别 基本上都是一样讲的 那么这个数三呢 差别到这地方呢不是太大 我稍微提一提 到假设检验数三是不考的 最后一章第八章 假设检验数三是不考的 那么我讲起来 所以就讲个几分钟就完了 数三的同志也不一定退场 是吧 你就听一听就得了 你不听的话 你打一下瞌睡也行 别打出呼吸什么 是吧 也就没有几分钟 几分钟你打瞌睡也打不了 那么到最后呢 今天就说前呢 我想说几句 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有人说我今后过不去了 听完了以后就相当难受 其实你要充满信心 现在是很艰苦的之后 对自己学好考好应该有信心 考一个好学校 这是你这个时候抓紧时间很关键的 那么我现在这个讲大部分是公共的数页跟数三 你看第六章 数页跟数三的考试要求是不是游戏不一样 你看见了没有 我想不去多几解释 第一个我想还是讲一讲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一个是总体 总体啊 我不想去下架这个定义 书上什么数量指标的全体叫总体 我就叫一个随机变量 X就叫总体 听不听 咱们不去搞理论了 对不对 中间每一个元素叫个体 就是随机变量 我就RV 就叫总体 完了 那么我们总体完了以后呢 就一个样本 样本呢 我们这个样本是简称 实际上 这个叫什么 叫简单随机样本 这个简称样本 有没有不简单的随机样本 有没有 有 样本有各种各样 但是我们的考试的考试 讲课的内容 这涉及到简单随机样本 所以我们这个统称样本 都是指随机简单随机样本 在考试卷子上 一定会写简单随机样本 写全的 我们讲课 讲义上我也尽量写全的 将来你讲课 或者其他做习题 很可能就说简单样本 考卷上是写了 简单随机样本都写全的 对吧 那么我想这个就是 我就简单说样本 样本我用这么一个数字 X1 X2一直到X3一直到XN 这个呢我们是相互读列 同分部 同哪个什么分部 同X总体的分部 分部是同的 总体的分部 同分部同X总体的分部 所以大家知道 实际上样本是个N为向量 我这儿觉得很奇怪 我们在前面两天课 X1个随机变量 大家没什么问题 两个随机变量 我用XY 你记得吗 三个以上随机变量 我们不用了 我们就写X1 X2 一直到XN 有的我做学生的时候 我们打客户的 现在你打客户也行 不打客户也行 我们一般考卷上 不打客户的 两个一定打客户 两个你不行 是XY那不行的 两个不定要打客户 两个以上 我们都反而不打客户了 省事 你打客户也不能算错 不打客户也不能算错 都可以 那么简单的说 这是个N为 多列同分布 那么我们就要取之于 或者叫来自于 总体的观察 一个样本 这容量N 就是用量的容量 那么大家知道 你一个总体 从抽出来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跟第一个 是多列的 再第三个 你再总共抽了N个 这就是容量N 那么这里假如 有一个分布 水级变量不是有分布吗 那么这里也有一个分布 请注意 这个分布是N为的 你同意吧 N个分量 我们前面再讲过两个 第三章是讲过 多元水级变量 就是讲两个水级变量 那么这里假如有密度 那么请问 这密度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第一个碰到问题 这里假如有分布 我们这里的分布率 离散的 我们这里的分布率怎么样 这个东西呢 在大学里讨论比较少 这两个讨论比较多 对吧 那么我想 这个相互多列 我都投列到我们往前 所以这个样本呢 实际上两个要素 第一是多列 相互多列 第二个要素呢 同分布 同什么分布 同X的 总体的分布 是相同的 就这要害 对不对 我们二维的 第三章呢 两个是不一样的 随便 可以各管各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现在 就是多列同分布 那么我现在来先看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FX怎么解决的 FX我想是这么来解决的 你X液是N维的 我应该是这样记的 P大X液小于X液 根据原来的写法 X2小于X2到XN小于XN 你同意吧 那么我说原来的分布 是这个 那么因为你刚才说 这个X1X2一直到XN是多列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拆开 你记得多列的话 一定能拆开 这一直乘到哪 P的XN小于XN 你同意吧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分布呢 是总体的分布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FX液 那么一直到这 F也是同分布的XN 这我写起来呢 就是可以看成是1到NFXI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比较好商量 你假如总体的分布是它 那么这是总体的 那么我们样本的分布怎么写呢 样本的分布我觉得很好写 你就把FX地方换成XI 再把I从X到N个层起来 这就完事了 对不对 总体的分布有了 那么我们分样本的 简单随机样本的分布也行 连层 这我觉得没什么新鲜东西 你感觉吧 就是前面也都学过的 那么假如说是密度 那么我这个紧接着这些了 假如是密度 这个密度是FX 那么我觉得不要去推导的 把这个球子导 一个一个球导 我就马上变成是I从一导N 把密度函数X地方换成XI 这就完事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考试 第一个要求掌握的 大家就是说 你给错分布 总体的分布 我把样本的分布要写出来 总体的密度 我样本的密度也写出来 那么分布列 这个问题就比较讨厌了 书上这么写呢 我估计你就看 看起来看了没头没脑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设置不好写 你们知道二维的分布 我们可以二维的分布 也是这么写 是个平面 对不对 三维我就写不出来了 三维写出立体的一本书 N维我根本就写不出来 书上用这个设置表达 也不太容易看清楚 等会我们具体的做几个给你看看 所以我想第一个概念 讲了就总体和第二个样本 我想这个紧接着他们的样本的分布 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都讲了 这是第三个 我想讲统计量 统计量呢 你就知道 就是一个样本的函数 不函参数的 我觉得这个大概不太会考 就写告诉你统计量就得了 我也不想在这个定义上 我们不太下功夫的 第四个重要的 就是我们样本的 样本 X1 一直到Xn的数字特征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比较重要 样本的数字特征 数字特征呢 我想下面 第一个特征 就是 样本均值 这个要求背的 我讲了 强调一下 样本 样本均值 样本均值呢 我写起来 X8 等于 这个是过去上 大家通用的记号 XI I 从1加到N N个样本的平均值 叫样本均值 X8 这是我们的统一个统 第一个首要的 重要的统计量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 没有你考试里面 不出现X8 假如X8没看见 大概统计就没考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统计量 就是S方 S方是什么 N减1 Sigma 1到N XI 减掉X8的平方 这个我们叫什么 叫样本 方X 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清楚一下 假如有同学在大学里用的教材 使用浙江大学的话 它这个S方 是等于什么 N分之1 Sigma 1到N XI 减掉X8 我们是N减液 你考试的时候 写这我认为是错的 到这为止 我们考试大纲上 三个定义 我都给你写出来了 跟外面书上有不一样的 三个定义 我给你简单再回忆一下 第一个定义 分布函数 我们是这么定义的 X小于等于X 等于FX 记得不记得 等号 这是有些等号的 不写等号是俄罗斯的写法 有的现在树立统计的 或者有的是金融的上面书上 有时还用这个老的记号 第二个 我觉得是指数分布 我们是这lambda 1负lambdaX X大于0 X小于等于0 记得不记得这个东西 这家大学写上什么 lambda分子1 你假如写他那个东西 我们算错的 第三个 就是这个数学 那么有通知说很奇怪 你这个一到N个 怎么去除个N减液呢 这不是N个数吗 我觉得不是N个数 这里你看上去是N个数 实际上只有N减一个数 有时候明明一到N怎么会 一到N怎么会N个数变成N减一个数呢 我告诉你一条 因为你知道I从一到N XI 这是N个数 N个数加起来 我不加平方 这个加起来等于什么 刚才等于0 没有平方 没有平方加起来等于0 什么意思 你看我加给你看 这个东西等于Sigma一到N XI加上N个 减掉 XN个8 你同意吧 这个东西呢 Sigma一到N XI 这呢减掉 N一一月掉 Sigma一到N XI 就等于0 换句话说 你看是N个数 实际上加起来等于0 换句话说 只有N减一个数 N减一个数定完了 第二最后一个数加起来等于0 一定可以凑出来的 所以我们是一般用N减页 这N好像看上去整齐一点 你千万以后考试的时候别这么写 一定是这样写法 那么至于标准差 S等于K更好 我就不说了 对吧 我写都懒得写了 叫样本方差 样本标准差 考了 有时也会提到 那么第三个 我们看看下面还有一个叫 书上有一个叫经验分布 就书上要求 我觉得你就算了 从定下来 32年来从来就没考过 我这个话要说清楚 我说第一个 32年没考过 第二 考试大红上是有的 第三你看着办 你叫我讲 我真的很难讲 我说要 你就是不考 你干嘛要 你说不要 不要你考试大红 你为什么写 你参与考试大红 写字顶 你怎么敢 这东西你也知道 有好多事情 领导意志 我也不好多说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你这个自己看着办 你经验分布 我反正是不看的 对吧 那么下面呢 尤其我到这为止 我想样本 这个经验分布 我咱不谈 实际上 这里面有两件重要事情 一件是x8 一个是x8 这是我们统计 数理统计 最重要的两个统计量 这个两个统计量 你不掌握 我可以肯定 你数理统计量 又没学过 没有一年不考的 对不对 那么游戏性质呢 我想这个事情呢 我就直接给你写了 我根本就不说了 它的期望 x8 就等于总体的期望 你期望去进去看看 试试看 我也不跟你多说了 是吧 dx8 就等于n的dx 你递进去看看 这是多类的 n外面平方 n个除一除 我不多说了 这种东西退到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要浪费你时间 再是es方 等于dx 换句话说 到现在为止 我要求你背出这个东西 要求背出这个东西 内容我不写了 要就背出来ex8 要背出来dx8 要背出来e的s方 dx方 对不起 我不要求背 我们只有在正台的时候 要求记一记 历史上到现在 近几年考过两次 考得非常糟糕 好多人背不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 有点比较难 等会我们专门会讲 所以我认为 这个五个东西 你能不能想法子 记一记 我最后告诉你 总共我们 这是大概 记个八条 这是五条 还有三四条 这个七八条 十来条 左右就完了 总共大概十一条 你背出来 数理统计就没了 剩下的就是 举估计最大 四辆估计 这个 雇计了 所以我认为 你树立统计 你不用怕 这个东西 我假定的 大家都背出来了 对不对 现在我怀疑 好多人 复习到现在 统计还没看 是很可能 对不对 因为统计比较讨厌 对不对 大家也 老人家们也比较忙 天气也比较暖和 太热了一点 对吧 所以我想 这个事情呢 这个五条 要求大家背出来的 考试是毫不犹豫些的 所以我想 这个第一点 就是实际上 就要背的是这么个东西 对不对 等会我最后还要 反复在这些说了 下面 紧接着我们讲 参考分布 参考分布就是 书上的第三届 对不对 第三届就是 参考分布呢 参考 参用统计量 哎呀 什么参用统计 就是参考分布 参考统计量 参考统计量 我们就设计上 一个 这个 一个是T 一个是F 我不知道 你们南京 这个怎么念的 卡方 是吧 卡方 我觉得 说得 硬蹦蹦的 应该 这个说起来 叫Kai 英语评起来 C H I Kai 上次 我本来有个同学 说 长X 我觉得 他就是认为 这X 受X 高X 他觉得这个X 减肥 减成这副样子 挺好 挺苗条的 其实不是 这是希腊词 写起来是Kai 你稍微说了 凭几点 开方 对不对 你当然卡方卡方也行 是吧 那么我想 这个Kai T F 这三个分布呢 我们要求大家背一背 背不要背的太多 我来给你推导一下 第一个 开方 分布 开方怎么说 我们说 假如 有一个X E 有X2 一直到XN 都是标准正态 又是相互夺列 对不对 那么 我们相互夺列标准正态 那么我们说 开方 是等于X1平方 加上X2平方 实际上 实际上什么意思呢 就是N个标准 相互夺列标准正态的平方和 这个我们继承 叫开方 N 这个N呢 叫参数 我们又叫自由度 这个自由度呢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你什么理由 我就不去给你解释 因为你知道 这个可以 跟这个都是相互夺列的 你可以你变 我可以我变 所以这有N个 夺列的随便变的 那么我们叫N个自由度 我做学生的时候 比较奇怪 那是五十多年前了 五六十年前了 是吧 我们当时都打批判 什么叫自由度 这是西方的什么自由子 胡说八道 批判他们一通 其实我当时也没搞清楚 怎么回事 现在我们说自由度也好 参数也好 开放N 所以什么叫开放N 我觉得实际上 你记住 第一条 它是XI 服从标准正态 第二条 XI 相互夺列 换句话 这个设置 加上这两个条件 这个你请你背一背 这我们叫什么 叫开放的典型模式 典型的模式 我认为就可以了 那么书上呢 我们还画了一个图 写出它的middle函数 我认为middle函数 你就不用背了 我写都不写 以前还写 你在大学里的课本上还写的 我觉得你根本看都不用去看它 我画一个图 就是画给你这样看 就这么个玩意儿 有人说 你画去倒挺省事儿 这么画一下就完了 是的 为什么 这是一个标准正态的平方核 所以它始终是正的 你同意吧 都是平方核嘛 是不是 那都是正的 那么肯定是这样 拱一下就下来了 你不可能翘上去 翘上去这面就不等于1了 有middle函数就分等于1的 是吧 所以你画这个图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东西设置是什么 我建议你不要去看了 我可以坦白告诉你 我从来不记这个设置的 我也可以揭露一条 所以命题做的老师 也不记这个东西的 有人说 我清楚于难 胜于难 我全给背出来 对不起 你现在老人家 这个存储空间非常有限 对吧 这种东西就算了 我通通快快 看都不用看 行不行 对不对 我书上都没写 所以我觉得 你将来记住 开放就是这种形式 N个相互动力的平方和 满足这个条件 这个就是要记的东西 下面还有要背的东西呢 开放性质呢 我觉得 什么阿尔法分为一点 不用谈了 这个根本就 这块就 面积就是阿尔法 那么来个开放阿尔法分为一点 看这个我觉得 没什么太大用处 没考过 对不对 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可以背一背 这EX平开 等于什么 等于N D开 等于2N 这个地方 两条性质 我认为稍微背一背 前几年考过这两条性质 基本上没有通知做出来 我觉得我们也 大家对命题主义的提了意见 你这个提出的太恶毒了 对不对 我想这个以后 我等会来告诉你 这个两题 我现在选立题选上了 怎么去对付 等会我来再跟你讲 这个到这为止 我开放就算讲完了 痛快吧 我们讲的非常简单 第二个 我就是T分布 T分布呢 我们也是把点心模式写出来 T等于X 根号 YN 那么我们说这个呢 服从TN T分布 T分布呢 我们是这样 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X服从标准正态 第二个条件 Y服从开放N 第三个条件 XY 相互多列 你看多列差不多有的 我觉得这个就差不多了 那么下面 你的密度要不要求 要不要记 你老人家算了 别记了 我就不用记了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要稍微记忆 就是说 它这个密度函数 是个偶函数 这个FX 是个偶函数 偶函数具有对称性 就仅仅如此而已 你画起图来 我告诉你 就很简单 就画这么一个图 有的时候 你这个不是标准正态吗 是的 跟标准正态差不多 你去看看 标准正态的头 没有那么尖 稍微尖一点 就差不多了 考试不会有一个问题的 所以你看 这样的几个条件 下一个设置 这个设置 这就叫点心模式 你记住这条 我们这个三个分布 开放TF 这要点心模式 再加上一点点性质 譬如这条性质 譬如是个偶函数 偶函数有对称性 完事 就够了 对不对 那么在第三个分布 我想也跟你说一说 图形 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正态 标准正态 你这么画 大概不会有问题 那么现在我看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F分布 F分布呢 我们是这样的 点心模式 F等于 X 小N1 Y N2 那么我们说 这个就叫F N1 两个参数 刚才 这个T分布就一个参数 也就一个自由度 就是T 对不对 这我们有两个参数 那么 第一个条件呢 就X 这佛冲 开方 N1 第二个条件 Y 佛冲 开方 N2 第三个条件 XY 相互夺列 你发现 其实最后一个条件 都是相互夺列 你同意吧 没多少新鲜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 我们满足这样子的 点心模式呢 我们就叫F分布 对不对 F分布呢 我想 这个 密度函数要不要写 密度函数我 写不出来 甚至我不记 但是画一个图去画下来 就是这不样子 诶 有诺说你不是跟这个 开放差不多 对的 是跟开放差不多 没有必要去区分它 对不对 实际上这就是两个 开放之相处 那么它的游戏性质 我觉得这个 跟前面游戏不一样的 有一个性质要注意一下 其他都差不多的 就是F N1 N2 上面前面的参数 上面的参数写在前面 后面的参数是前 下面的参数 把它倒一下 你知道一倒 把这个倒一倒 还是F分布 佛从什么 倒出来的东西 佛从N2写在前面 N1 就这么玩意儿 我觉得差不多就完了 到这为止 我想又给你提醒一下 我们讲了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X8 第二是S方 再次到X1 DX8 DX8 再是ES方 这是五个 这个DS方 我们现在不讲 在正台的时候讲一讲 讲了以后再讲 算半个 五个半 那么紧接着下面呢 就是一个开方 一个T 一个F 这个要求背的不多 就要背一个典型模式 什么形状 怎么定义的 典型的模式 我觉得就可以了 考试都只有考 你去看都是这么考的 典型模式 对不对 那么你呢 这个有性质 更有一条 你回去做一个表 这个地方呢 我想你做一个表是这样 这是开方 这是T 这是F 对吧 那么这个定义 怎么定义的 比如这是开方 是等于X1平方 也再加加到XN平方 对不对 那么这个里面 有什么特点呢 两个 反正两个条件 XI 标准正台 对不对 那么这个第二个是 我这个XI 是相互夺列 对不对 那么要特殊点呢 就记住一个期望 平方是等于N 方差 台方 是等于什么 等于2N 这就完事了 就这点东西 这地方 你把典型模式写一写 背一背 这地方 也 这地方是个对称性 这地方就这个形状 就这点东西了 你去看 多少年来考试 其实考试统计 从哪一年开始的 1997年 98年 加进去的 这是我干的事情 对不对 原来是数一 数二 数三 数四 数五 我们把数五干掉了 干掉了以后呢 数一数二 数一数三 数四 加了统计了 因为统计用的比较多 这是九一几年才加进去 所以这个东西 考的所有的考试 就是考试这些范围 这不是太重点的 大概一般 这种东西都是小题 一个小的填空题 或者一个小的选择题 你不信看看 我们都是这样 因为这个计算量 比较讨厌 那么下面呢 除了这到现在为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我还有三个统计量出来了 咱们这个所有的概念 全讲完了 开始做题了 就这点东西了 所以你不要统计不用怕 统计是非常好 对付一件事情 对不对 那么我们统计怎么对付 我再给你看看 那么下面 下面有这个 要做这个第二 第三个 我们还有几个 三个统计 这是八个吗 再加三个 就完事了 这三个哪来的 我慢慢的给你解出来 那么下面我们就叫 第七个 书上第七个段落 叫一个正态 总体的抽烟分布 这个东西呢 比较重要 一个正态总体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西 这个统计量 没说这个是中级 是正态 也没说这个正题是正态 这个是定义不谈 对吧 我们现在就说 正态的情况下 这些东西怎么办 所以这是正态 我们这个第七个 就是这样 下面还有第八个 第八个 两个正态中级 我跟你这么说吧 两个中态中级 我是一句话都不说 为什么 大纲上是有的 三十二年从来没考过 我也是不背的 你自己看着办 对不对 我是不是哪天会考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在的时候 从来没考过 对不对 就一个弄弄就够了 你去弄两个干嘛呀 你说对不对 当然说不定哪天考两个 我就搞不清楚 反正我还是这句话 大纲上是有的 三十年没考过 三十二年没考过 你看着办 对不对 我只能这样讲 那么现在我就讲 一个正态中级 那么什么叫 一个正态中级 就是总级是佛虫 不是一定标准的 是一个正态 同一吧 那么抽的样本呢 你就知道 XN 请注意 这是一个N位的正态 正态中级 同一吧 N位的正态向量 这个样本是怎样 对不对 这是联合正态吗 相互夺利的吗 我们说过 相互夺利就是 它们边缘分布正态 相互夺利 合起来一定也是正态 这个设置写起来 太麻烦了 我就不写了 那么第一个性质呢 我就说过 就X bar 当然是正态的 为什么 这个等于N分子 也是一个嘛 一导N XN个正态加在一起 除除N 当然还是正态 那么这个显然 成来是什么 是正态 μ 因为前面说过 它的期望还是μ 方差是N C个马平方 这家就要背的 就正态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等于它 请大家背出来 第二 我说X方 X bar S方 是相互夺利的 这个我们没证明 我们也不要求证明 我们统计里面 或者我们这门课里面 就这玩意儿 我就直接用 数学系的学生才证明的 我们这管用 不管证明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为什么是夺利 我就不去说明了 你就记住它是夺利 要背出来的 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考过两三次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玩意儿 那么我们说呢 凯方等于N减液 乘上S方 下面是Sigma平方 我们说服从凯方N减液 这个性质 我们不证明的给你写出来了 已经考过两次 出这种题是相当恶性的题 这两次考题 基本上做出来的十分之一不到 你是不是背一背 行不行 我们这个下面立体有 对不对 第三个 第三条T等于X8减上μ 这是S根号N 这个是服从TN减液 这我不去给你证明 在你大学的课本上是有证明的 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去搞证明 这个地方考的比较多 我们知道前面讲过三个分布 一个是K1方 一个T 一个F 这个T 大概几年考一次 两三年三十年考一次 一个小T 这个三个选须不是经常考的 上面X8 S方是年年考的 那么这个不是经常考的 比较起来 这个相对考了多一点 为什么 这个最复杂 你记得吧 这个是X8 下面是根号 上面是标准正态 下面是什么 开放 你记得不记得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开放 这是两个开放相处 所以我们真正考这个T分布 考的最多 比较复杂 所以你们看 这个地方标准化以后 再处一个什么 这样的 你看 书上都有证明 这是一个T分布 到这为止 两个样本 抬第四条 书上第四条 第四条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为什么 第四条你看 它说是开放 等于Sigma 一道N 这是XI 减μ 下面是除Sigma 来一个外面的平方 请注意 这个玩意 减μ除Sigma 不是标准化吗 标准正态的平方和 当然就是开放 所以我第四条 我认为 没有必要去记得 一定是的 你同意吧 就记三条 给你减轻一点负担 三条 到这为止 我统计的所有根源 都给你理出来了 两个样本 我就不谈了 下面写出来 你根本看起来受不了的 我跟你说 到这为止 我给你总结一下 我们讲了 这个地方 讲一些什么东西 第一件事情 我们讲了总体 讲了样本 一直到N 总体解除FX 样本的分布函数 怎么给 总体解除密度 样本的密度 怎么给 总体解除分布列 我们没讲 等会要讲了 第二条 我们说 有些统计量 X8 S方 EX8 DX8 ES方 五个 一流统计量 尤其这两个 这个当然就是数字具体的性质 所以这两个是一流统计量 一定要背的 再下面 第三个 就是开放 TF 这个叫典型模式 小G 第三条 第四条 就是在正态 总体的时候 正态 X的时候 那么请问X8 我们从什么形成书上写了一二三 一 那 刚才我们写了这上面 一二三三条 正态的时候 一 二 三 三条 实际上把上面具体化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统计里面的所有基本概念 我全给你总结了 能不能大家这部分内容都背出来 行不行 对不对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做题 你回家自己好好花表 对不对 就这点东西 所以统计你不用怕 相当好对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